不要被人激怒 也不要激怒人 有些人说是很难的 他这么不好 为什么不被他激怒呢? 因为他激怒我们是他的问题 他激怒我们是他的问题 但我不用受落 因为我受落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破口 你想想如果我们容易被人激怒的话 发脾气 先讲到人的怒气 不有成全神的义 发脾气是否很多时候 都会破坏关系 影响我们的见证 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很难 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这个主题 如何不被人激怒 又不要激怒人 为什么人容易被人激怒呢? 因为很多人很多时候被人说得多 指控得多 所以心很激怒 所以被人说得多 就很敏感 很容易会发脾气 就会反弹 很容易会反弹 其实很多人是缺乏安全感的 其实我也是 本来我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因为我被人说得多 所以有人说 以前有人跟我说 有些人跟我说 我立刻 害怕 不知你跟我说什么 有什么严重的事 总之因为我受了很多指控 但我一直释放自己 一直说不要紧要 释放不只是祈祷 释放邪灵那种释放 而是释放里面的压力 跟神的关系好 不受压力 我又感谢神了 我太太 她是令我很轻松的 譬如很简单 如果她吃饭的时候 外出吃饭 把衣服弄了 她说不要紧要 回去洗 这是很简单的事 不过 大家都听过 有些太太 看到丈夫吃饭的时候 堵写东西 就会说 你这么论盡 有没有搞错 你这么大个人 有很多东西 因为太太有责任感 比较强 所以她很容易负责 一样丈夫也会指控太太 因为被人坏了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很敏感 很容易被人击击 又会容易反弹 也比较难接受人的意见 即是觉得她又是说我错了 这件事在我们心底处 可以说 九成半的人 人都在这种情况 他真是很高度处理 才能够说 别人击我 我都不会击死的 是真的很少的 也很多时候被人说 心里面隐藏一些怒气 在他里面 很容易爆发 有些人很容易爆发 譬如在巴士上 你看到有些人吵架 对方碰了碰他 或者有些什么 说错了 他不停地爆发 因为他里面藏了很多怒气 因为有些什么不对路 马上就会反弹 马上就会爆炸 那我们里面是否这样 我和你们相处 我都不觉得你们是这样 不过有时就会怎样呢 有些位置被人弄傷 击傷 就会反弹 那我们就说 被人击都不击傷 这个就是目的了 被人击都不击傷 他错了 是他的问题 好了 很多人的潜秘色 装饰了什么呢 伤害 经常觉得 那些人都不喜欢我的 这些要清理的 我们虽然有人会伤害我们 但是我们深信神爱我们 还有我们珍惜 有的基督徒的朋友 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的朋友 都是关心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 牧师帮助你的 你就珍惜 你说有人关心我 有人对我好的 我就不要 经常记实那些伤害 我记住那些人对我好的地方 装多一些好的地方 记住他们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 很多愤怒了 很容易爆炸的 很容易挖人的 有些什么不对路 就挖人了 或者怕人 怕别人会说他不好 有自卑 觉得自己不够好 恨人 没有什么安全感 有什么事 很容易触动他的地雷 很容易人家说什么 触动他的地雷 就很容易有防卫机制 去保护自己 那一个人缺乏安全感 他就会怎样呢 因为他曾经受伤害 被人轻看 就觉得人不看重自己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没有财干没有用 就容易被冒犯了 有人一说他 譬如有些人 他有不同的地雷 一被人说 譬如说 你这么论盡 因为他比家人说得多 你论盡 他立刻就会很反弹 有些人被人说 惯了 你像个小孩 做事不得成熟 他一听到小孩 很大反应 因为他很不喜欢 别人说这句话 因为他里面缺乏安全感 有时人说这句话不是攻击我们 不过我们 被他触动了 其实可能他人帮我们熟灵的 在熟灵上帮我们 他有些事想帮我们 但因为我们里面有缺乏安全感 所以其实他的心是好的 他的心是帮我们的 但我们自己的地雷被他触动了 所以就会有负面的反应 就会被冒犯 受伤害 会跟他拗拗 不是啊不是啊 反攻他 破坏关系 就会破坏关系了 如网人 下面那里 真言一起读 真言十二章十五节 如网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就是因为他 觉得自己对 别人错 说他错 他不喜欢 不接受不了 于是他就 常常觉得自己对别人错 有些人的说话 会触动我们的地雷 其实可能对方 没有心想伤害我们 自己的潜意识 在记忆中 记得被伤害 潜意识 有些人发梦 都是发梦被骂的 都是被人说 还有做得不好的 如果我们是有这些梦的呢 我们就需要处理的 那怎么处理呢 就是真的 有天告诉自己 耶稣现在欢喜我 我现在改变了 我听耶稣说 耶稣欢喜的 我又对人好 人又接受的 虽然有人不好 我们就不要记住那些不好的人 其实呢 对我们不好的人 不是多数来的 多数人 多数人 对我们不好的人是少数 不过我们经常都介意那些少数的人 就不记得了有些对我们好的人 那经常在潜意识 记住别人自己被攻击了 就引发自己有情绪的反应了 那有意无意就会说一些负面的说话 这个就变成了反攻了 攻击回人了 譬如别人说你迟到的 你迟到的 你迟到的 你迟到就不知道的 然后一骂就很反弹的 就要影响自己的生命和人际关系 就破坏我们神和人的关系了 也觉得内疚 因为觉得我经常都发脾气 我真的做得不够好 圣经的人物容易或者不容易被人击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 《撒末记》上十八章七节 众虎女武道唱和说 《撒末杀死千千》 《大位杀死万万》 《撒末甚发怒》 《不起穴者话》 就说 《将万万归大位千千归我》 《只盛下王位没有吸他了》 《从这日起》 《撒末就路视大位》 《撒末》很敏感 其实他是做王 他肯听神的话 神会祝福他 但是他不肯听神的话 神将国位给了大位 但是他始终会一直做王 直到他死那天 其实他可以因为这个人而感恩 他为什么要计较大位呢 神拣选了他 其实是一个好的王 他应该感谢神 但是他就不是 他就很生气他 所以类似想杀他 其实那些妇女也不适合 就是因为比较 这个我们需要学习的 千万不要告诉你的老公 你看别人的老公多棒 他又赚那么多钱 他又什么都这么好 这些说话 一句都不要出口 小孩子也是 你看别人读书这么好 你读来读去 做功课都做不完 这样的时候 一比较了 真的比较死人 他可能说 别人的妈妈 不是像你这么长气的 其实是没有谓的 没有什么益处的 总之我们讲话之前 想一想 我这句说话会令到对方有什么感觉 我们想一想 这句说话会令到他不舒服的 我们就说 神啊你帮助我 说一些令他舒服 因为令他舒服 反而他有机会改 令他不舒服 他不会改 他还会反弹 对我们非常敏感 好了 耶稣呢 其实那些人冒犯他 那些法利错人冒犯他 比特跟了他三年 但也要否认耶稣 应该耶稣就会生气 他 发生气 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 没有搞错 你学了这么久 都是这样的 但是耶稣不是的 他预先是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 其实耶稣早已知道 他要否认他的 但是耶稣完全不是发生气的反应 他只是提醒他 他说撒旦想要厉害 你们好像厉害 麦子一样 撒旦想要攻击你的 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耶稣知道他要 反应耶稣 他是为他祈求 祈求叫你不止于厉害信心 耶稣不是要踩他 耶稣是说 我为你祈求 想祝福你 你回头之后 要经过你的弟兄 也都信任他 将更多的事奉交托给他 祝福别人 耶稣的心真是很柔和 所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是不受他的影响 因为耶稣很有安全感 他的心相信 彼得否认他 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但是很多时候 觉得别人对我不好 即是代表我没有价值 于是我们会发怒 但是耶稣一点都没有 只是想到他软弱 我就为他祈祷 我就信任他 我会提升他 然后他提醒他 今晚你会三次不认我 但是他说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 好像踩下他的那种语气 而是一个 只是说我提醒你这件事 但是依然彼得是这样犯罪 这给我一个提醒 是什么提醒呢 就是心里觉得自己 坚强的人都可以跌倒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都可以跌倒 所以我们需要 不断依靠神 不断提醒自己 问问自己 我现在要说句话 是否代表我软弱 是否代表我跌倒 有时候我们被人击 我们就发脾气 这个都是被人跌倒的之一 耶稣被钉十字架 其实是很冤枉的 那些妇女就为他哭 耶稣就不是说 对了 他们真的很无辜 我真的很无辜 他们把我钉死 现在我很惨 耶稣是没有因为这件事 而很忧伤 很失望 或者是很生气 他并没有因为那些人而生气 反而是关心他们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23章27节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内中有好色妇女 妇女们为他豪涂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如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他是关心他 譬如有个人说你 有些不好的 反而我们关心那个人 这个就是心里面很有安全感 耶稣虽然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 但是他不觉得他是输的 他是觉得他是赢的 他觉得他不是损失的 他是会得到更多更多的 他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人进入天国 所以耶稣并没有觉得他自己惨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同的人物 他们怎样 另外就有约失 一会会说约失了 怎样处理内心 叫我们不容易被人击倒呢 第一个是看重关系 就是说关系比事情重要 当然我们想他成长 不过如果关系不好 我们就帮不了他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重关系 看重关系我们才能够帮到这个人 又不是事情就算他一次做错了 总有下次的机会 所以有些人做错了 我们不用很强烈地说他 我们让他知道他的宝贵 让他知道他的重要性 有些可以提醒 但是可以柔和地提醒 别人不能够奪去神给爱他的人的恩典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这里说到就是 若瑟被他这个歌出卖 其实应该照上你会发怒的 就算他处理得到 有很多人来说处理得到 但他心里都是 我要弄一些东西你先享受 你以前这样害我 我起码要知道你做的东西多坏 但是若瑟跟他哥哥说的话 其实是很奇妙的 他说你们想害我 他没有加一句话 那你们真是抵死了 他没有加这句话 他只是说 但是神有个意思更加好的 就是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他有一句话没有跟刺 有些人会做跟刺 即是说说一件事的时候 就说 对了 你就是这么不好了 不过我都要遥恕你 总要加多一件事 你不好 不过我也是遥恕你 我是很宽容的 所以我遥恕你 不过你真的不是那么好 总之挤回他 有时候有些人的说话 譬如我时辅导一些夫妇 我说尽量说恩典的说话 你说律法说话要做什么呢 尽量柔和 然后说出如何回应对方 其中 有太太立即说 她不会做的 立即说不会做 即是她的心已经判断了 所以她说这句话 丈夫就听惯了 常常说我不行 常常说我不行 所以我就是放弃了 我就是不做 因为你根本不会觉得我行 这就是心里总是有根刺 但是有人说 她真的击了我很多年了 那时候我曾经有一个人 在我初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一个传道 我刚刚上几天才见她 她就请我去教会 为她一个姐妹祈祷赶邪灵 她就叫牧师一起去 这个太太很生气她丈夫 她不肯遗恕她丈夫 当时赶邪灵 真的是很强烈的 邪灵的彰显 我就提她 我知道她不遗恕她丈夫 总之在谈着的时候就知道 我就说你遗恕她 你不遗恕她 你自己也受苦的 她就说她对我不好几十年了 没有办法遗恕她 我也曾经跟另一个太太说 她说到她很生气她丈夫 她说我永远都不会遗恕 一定不会遗恕 有时有些人会这样的 我又不会放弃她的 我总是内宗会说一些说话 祝福她让她知道 她这样不遗恕 其实受苦的是她 她觉得 没有可能 其他人都可以遗恕 这个不行 我就告诉她 其实你不遗恕她 你自己更惨 所以我们看到药室 为何她如此蒙神喜悦 和神关系如此好 就是因为她真的重心抵住遥恕 并且她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她看到是神做功 她不是看到 她的哥哥做的事 她是看到神做功 所以她就不激怒了 这个需要很快速的处理 她其实一早已经处理了 有人激怒我们的时候 是即时快速的处理 我是即时一发觉的人发生 我立即会反思 到底是谁的问题 我没有做错 有什么原因她会这样发生 然后我立即去化解 我就不会说 她发生是不对的 为什么她这样发生 我就一定会处理 我亦都这样想 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我一次的发生 可以令到人对我完全失望 可以令到我侍奉 很多人失望 不信任 其实破坏很大 所以我是决意 不让任何人影响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分辨 到底是否我们的责任 或者是人的责任 如果不是我错 我们不用背上身 有时我说 有个人发脾气 我觉得很不划 于是就很生气 就背上身了 另外有些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需要负责 我们情绪化 我们被怒气控制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需要处理的 有些人的说话有攻击性 是他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我需要背上身 比如一个人发脾气骂我们 是他的问题 我需要背上身 需要不需要禁受伤害呢 在这里分辨 什么是自己的问题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什么是我的问题 别人无理取杂 那个人容易快疲 是他的问题 如果我有做错 我惹怒她 有些夫妻就会这样的 有个人就跟我说 比较多是太太说的 因为太太会求助比较多 他就会说 我丈夫常常都不听我说话 我丈夫对我非常粗劳 说话很粗劳 他通常给我的图画 就是全部都是丈夫错的 我相信丈夫真的有错 真的有很多错 那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和丈夫聊天的时候 是怎样语气的呢 当我了解的时候 我都听到原来他自己 也很激气 于是大家都有责任 就不是只是对方有责任 是他也有责任 于是造成 总是互相攻击的 不是我们责任 就是被人无理取杂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是这样的 激了他 他无理取杂 我们先激了他 这次又坏了 你看看你 有时候有些说话 我可能不想他不开心 但是有时候说话 他没有想到的后果 譬如说 你下次做好一点 有些人说 下次做好一点 是对的 但是听到不舒服 为什么呢 就是今次做得不好 你下次做好一点 这些是不舒服的 那些人可能反弹 你即是说我不好 我有什么不好 就会发怒 那你也不好 那就会吵架 人很多时候吵架 是因为一些很少的事 很少的一些话 就造成破坏了 别人无理取杂 我们有没有责任呢 我们的骂情绪就是我们的问题 别人攻击我 不是我错的 但他攻击我的时候 是他的责任 他攻击我 我不用生气 是他的问题 但我攻击人 我就需要负责 譬如说 他先攻击我 然后我骂他 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要分辨 不可以说 他欺负我 所以我欺负他 他骂我 所以我骂他 这一样是错的 别人不肯进步 有时候我们帮一个人 他总是不肯祈祷 总是不肯处理生命 这是他的问题 那你说 我想他改变 但想他改变 不用生气 生气是越生气 是越改变不了的 但是这个是他的问题 他不肯改变 我们只是耐性能帮多少多少 然后我帮人的时候 犯怒了 里面犯怒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为什么犯怒呢 因为很想他快点乖 快点好 但是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我们有好的榜样 慢慢他会改变 我们越犯怒 他越不改变 别人过度敏感 我们说一些小说话 他立刻很敏感 这是他的问题 当然我小心 我有什么说话令他敏感呢 然后我被人的反应影响 因为他的反应 所以我就 有时候我们的反应 可能没有说出来 不过眼神已经看到了 或者面已经紧了 已经整身的肌肉紧了 声音已经很粗了 这些已经是反应了 这些我们需要负责的 有些人说 怎样啊 很难啊 心就是说 我心平稳安静 不要紧的 没有人能够拿走神的恩典 别人情绪化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上身 我们情绪化 我们需要负责 我们分辨了 我们跟人关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责任 是人的责任 我们不用生气 不用激气 慢慢来 不会立刻改变了 所以别人的问题 我不用背上身 但是我的问题 我需要处理的 而很重要的 建立自我形象 就是说 我们深信我们是宝贵 是重要 人的伤害 不会伤害到我们 这个就不容易被人击刺了 就是说 神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我真心亲近神 尊重神 神就提醒我 我处理生命 神就提醒我 这一点很重要 我处理生命 神就提醒我 如果是不处理生命 一定就会破坏的 我善待人 建立人的人制关系 很重要的 自我形象 不仅是从神 亦是同人和我们的成就 什么意思呢 譬如有个人 他很信神爱他 不过他同人 经常吵架 他会不会有好的自我形象 是不会的 他永远没有好的朋友 有些人他不跟人吵架 不过他永远不懂得跟人沟通 所以他没有有好的朋友 他会很失败 因为 譬如有人去吃饭 去聊天 总是留下他 因为没有人喜欢跟他聊天 他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人制的关系 你都建立处事的能力 譬如有个人做什么事 都经常失败的 他一定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 你都学习侍奉神 我的生命能够有价值 但不是用侍奉来建立我的价值 不是说有些人做完的事 当然要告诉别人 我带了一个人去信耶稣 你告诉别人没问题 不过他总是要炫耀 就有问题了 我们分享是没问题的 但我们看得出他说话的语气 是否他炫耀自己 他做得挺好 这样的时候 他就有问题了 我们学习侍奉神 也会让我们心里深信我有价值 因为我真的祝福到别人 别人不能破坏神预备的计划 即是神给我计划 没有人能破坏 所以我有安全感 我不需要受来人的伤害 人伤害我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上身的 我希望大家都建立自我形象 大家有没有因为你自己是你而开心 有些人 他经常说 我希望我是别人 我希望我像他那么英俊 我希望他有那么好的父母 我希望他有那么好的祭遇 于是心里就觉得自己永远都是那个 不是那么好的 其实我们有耶稣 我们可以建立 什么都可以建立 你想建立 我和我们的团队很乐意帮助你 如何建立你整个生命 你的自我形象和神的关系 你的同人际关系 你的侍奉的能力 你处事的能力 这些一切都是需要学习的 好了 不被人击刺 为什么不被人击刺呢 第一 建立有安全感 我还要是宝贵 我不用被人击刺 第二 别人不能够拿走神的祝福 所以他骂我 不代表我会损失 别人被人激怒 可以带来伤害 会破坏神的奇妙计划 就是我深信 我被人击刺 我就会失去神的计划 我就不要 很重要的是 我要处理以致我不被人击刺 不是说我被人击刺 我不要当被人击刺 被人击刺 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被人击刺 你真的被人击刺 你自己发现自己的面又红 血又被剥落地跳 已经很紧张 拳头握住 我已经知道 那你说 我不可以被人伤害 我不可以被人击刺 你压抑是没用的 你压抑是很惨的 你会很辛苦的 我们是怎样的 我不用受落 是他的问题 很重要 你开始回去 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当他说一句话 是击刺你的 是他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我们就轻轻地 用一个方法处理 就不当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他的责任 我可以找方法处理 但我不当一回事 这样我就得胜了 而不是被人击刺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他说的话 是冒犯了我 他是很不对的 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一定要发生 有些人觉得 不公平一定要发生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不公平是他的问题 而我们深信 神会给我们的 所以我不用受影响 第四就是亲近神 能够有平安喜乐 神的同在带来平安喜乐 也告诉自己 我不用被人影响 即是self talk 和自己安慰自己 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 和自己聊天 而温柔面对别人的伤害 就帮助自己进入神的奇妙计划 即是说 当有个人伤害我们时 我们温柔地和他聊天 找个方法 这是智慧的 真是不容易的 怎样的方法 实际上有很多可能性 一会儿你们分组的时候 可以谈谈 有什么方法处理 有什么被人激怒 还有有时人们不是激怒我们 而是劝我们 我们就很激怒了 这句话我们一起读 《真言十二章十五节》 《如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汉为正直》 《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就是说 有人给提议我 我就接受 就算自己其实做得很好也好 有人提议我们也接受 这样 心就广阔了 就不会说 我已经做得好 你还说我 不重要的 他提议 接受 譬如我看有时给我的提议 有时我的教导比较複杂 我都跟他谈的 他给我的意见 我是感谢他 我是欢喜的 我不会发生气 我已经认识了很多 你需要给我意见 有时他会跟我说 你好像整篇道的逻辑 好像不是向着他同一方向 我听他说 看看又是 我会把他全部调整 就是调整过了 我就不会跟他发脾气 为什么你说到我这么不好 我不会这样 而是我说 是一个礼物 我太太那么有智慧 去分辨给我听 是礼物 我就欢喜 多谢他 这就是一个很正面的 接受人的劝戒 但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人的劝戒 有时我说完 他也回去有点提议给我的 不是很多的 就是内中有 我都会记住 多谢你提醒我 第二 第二点 肯听人的劝是智慧的 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就是说我听人的劝戒的时候 我就成长 我就会有智慧 我就会更加成长 否则我永远都会停留在小孩子的地位 第三 建立自己的安全感 我是被爱的 所以有人劝我 不代表我没有价值 有人说我做错 不代表我错了 我有错 不要紧要可以改的 第四 深信被冒犯而发怒必有破坏性 就是人家冒犯我们 我们发怒还有破坏性 在内心劝自己去听劝 和柔和回答 多谢你 心里可能不想说的 我告诉自己 多谢你 总是说一些祝福的说话 这就是荣耀神的 好了 最后我们说 如何不要击击人 不让人击击之外 还不要击击人 多说一些恩典的说话 恩典的说话 就是神有恩典的说话 人也有恩典的说话 在上高读 我们一起读一下 打横读过去 我关心你 上下上下读 对不起 我关心你 你是宝贵的 我欣赏你 你有很多长处 你做了美好的事 神会使用你 我珍惜你 你有心帮助人 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说这些说话呢 有没有说关心你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我欣赏你 你有很多长处 你今次做得好 你说得好 你做了一些好的东西 神会使用你的 我珍惜你 你有心帮助人 你有心帮助人 真的好 我珍惜你 我做朋友 是礼物来的 我们试试 和人说这些说话 有些人一世都不会说这些说话 因为他说 他说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很假 为什么是假呢 他说普通人不是这样说话的 哪有人敢说话呢 我欣赏你 我欢喜你 我觉得你好好 普通人不是这样说话的 我说普通人不是我们的标准 圣经其实也欣赏我们的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神欣赏我们的 你做在小子身上 就做在耶稣身上 所以第一是看重小子 第二是看重你 做在小子身上 神又看重我们 所以看到耶稣双重看重 看重小子 又看重帮小子的人 耶稣就是欣赏人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学一下一个新的文化 很多学校的文化是什么呢 总是喜欢租资人 踩人 笑人 找到人笑人的地方 就觉得很聪明 但是我们要学什么呢 有人被人笑 我们跟他说 我不觉得他们笑得对 我觉得他们这样笑 你会伤害你的 你是很重要很宝贵 保护他 这个就是智慧 因为他就会觉得 你真的很特别 你会欣赏我 但是普通人的文化 尤其那些年轻人上学的 他们没有信耶稣 就算信耶稣在学校 他也可能跟学校的文化 是很少会说这些话的 我们在家里也教到我们子女 时时都会说这些话的 我们又对他这样说 我们又教他 即是说 你觉得父母 我们煮饭给你吃 是不是好啊 那是好 那你可不可以多谢啊 你觉得煮得好吃就煮得好吃 那我们又赞他 你今天很乖 你做功课做得很好 老师又赞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有你这个儿子 有你这个女儿真的好 你这个儿子听完会怎样 给那些家庭 对啊 给那些小孩子 不是 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这样大 不过呢 OK 他给不给多些家庭 这个其实呢 真是 这个真是一个心态 心态 其中一件事我想说 我很欣赏我太太 他对他父母真的很好 他真的非常好 真的超乎 我没见过一个人对父母好的程度 我真的很欣赏他 他就是很欣赏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多说 说恩典的说话 好了 我们都要说律法 有些什么要做 但是这几个方法 我希望大家记得 我解释这四项 探讨和引导 英文就是 Explore和Guide 什么意思呢 Explore就是我不知道 我找一个方法 Guide 就是我知道的方法 但是我引导他 去明白这件事 然后教导呢 就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 吩咐 叫他做一些东西 然后指责 有时候需要指责 这几样都可以很粗暴的 有很多人都是很粗暴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这里我给一些例子 一起读的句子 这个就是探讨和引导 我们怎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你觉得我们的关系能改善吗 你想不想我们有更好的沟通呢 这些都是他问他们 你想不想我们 你想开心点啊 你想想处理到问题啊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进步啊 这个探讨是引导的 让他知道有可能改善的 有什么方法呢 这个人对你不好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这个关系 这个探讨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说了你 整天都是这样对人 现在没有人喜欢你 你要这样才行的 那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很多人就是 很快要教人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 姐妹 年长的姐妹 她和有一个孙子一齐 那那孙子有一次就忘记了 学校忘记了带回来 那那个同学就 跟她拿回来 那我就说 很多时候 她说那孙子不肯和她说话 那她说给我听这件事 那我说 你当时说什么呢 她说 说了你 你以后要记得带回来 她就是这样说 我说呢 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你用什么方法去说 那孙子会觉得舒服一些 大家一起想一想好吗 有这件事 她忘记带东西 跟着同学在学校带回来给她 我们可以说什么话 是令她舒服的 我给了一个提议 我说 你这个朋友真是好 你和朋友当然有好的关系 所以她会这么关心你 她会拿这件事给你 你有个好朋友真是好 这就是欣赏她 她有这个好朋友 就不是说 你不记得 注目在她没有做到的地方 是欣赏她有做的地方 那她就会更有动力 就是觉得你被欣赏了 好了 教导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这样的沟通器不是更好吗 不反复思想负面的话 会不会更好呢 这些都是教导 不过用一个问题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的沟通会不会好些啊 我们试试听别人说话好不好些啊 这个其实有教导的成分的 那又吩咐了 一起读一下 请你帮我洗碗好吗 我们一起做清洁工作好吗 就是呢 都是用一个礼貌方法 那当然日常生活 你不会常常说 麻烦你洗碗吧 那我们都可以提她的 但是总之这个语气总是柔和的 那我太太有时候她都会这样的 比如提我一件事去做 她说我跟你一起去做 她用这个方法 就是她不是叫我做 她一起跟我做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好了 有时需要指责 让人知道那件事 他的问题 我一起读一下 你只要用迟到 你知道带来什么后果 你觉得你这样的说话 会吸引人什么感觉呢 譬如他真的做了一些错事 我们都问他了 我听到你有说这句话 你觉得会给人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这件事 我们可以如何补救呢 这些都是一些引导的方法 那有些人就觉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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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过才说话 很辛苦啊 可能有些人说很辛苦啊 但我问问大家 你有没有试过被人伤害过啊 当然有啊 试过多少次啊 是少少还是很多次啊 你少少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有很多人 是一生是数不尽那么多 因为太多人是没有想完才说话 没有三思而后言 而是一想说立刻爆出来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 和给神使用 一定要学习 这件事我时时都会做 还有我会这样的 有时我处理一些比较困难的情况 因为我跟那个人说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会和太太谈谈谈谈 还有我会发一个WhatsApp 如果是需要提醒他的问题 我会发给我看看 让我看看字眼如何 有没有改善 这个是一个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朋友 可以帮你看看 比我们即时发出去的好 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处理 而你想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传给我 我给你一些意见 我都乐意去做的 虽然我不是叫你所有的东西都问我 我不是说我什么事都去找我 而是你真是想不通的时候 你可以找我 好了 多一些激励人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 我看从你 我爱你 我欣赏你有努力的地方 非常好 你是极宝贵的 你想不想成为伟大的人呢 你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呢 这些都是我们体重 然后说神怎么看他 耶稣很爱你 祂想大大祝福和提升你的生命 你亲近祂 祂就很喜欢 一般你爱祂和遵从祂 祂就肯喜悦你 祂会大大祝福你 这些都是说到激励的说话 好了 如果有人难以进步 我们被他击撕 反而不是一个好榜样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 不是用怒气 我们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所以我们就去听祂 回应祂 关心祂 而不是快快地发怒 当我们要帮助人改变的 需要有爱心和智慧 如果帮助人的时候 如何帮助呢 对他有爱心和有接纳 帮助他对自己的安全感和信任 有时有些人只是帮助他 你做什么做什么 但我们第一帮助他 你重要的是宝贵 其实你有很多长处 你有很多好的地方 你这些长处发挥是很厉害的 他觉得有安全感 他就有动力 如果我们总是告诉他 你不行你不行 他经常觉得自己不行 不要去控诉他和惹他发怒 有什么说话 认他发怒的 我们不会说这些说话 引导他知道什么问题 引导他找到解决方法的好处 引导他想想如何解决问题 就是想方法 然后引导他要开始行动 你知道这些方法 你要不要开始行动 你能不能做到 有没有困难 而我们左边的经文就说到 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就是柔和地回答他 他说行常忍耐 可以劝龙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 就是柔和的说话 总是能够得胜的 求主帮助我们 心里平稳安静 好象断过奶的孩子 不被人影响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一起起床 求主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不被人激态 也不会激态人 我们思考 我们所说的说话 可以如何影响人 也思考我们如何被人影响 求主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能够不被人影响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不去伤害人 也有很大的进步 求主帮助我们处理生命 整个人开心快活 轻轻松松 有力量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与我们同在 加力量给我们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